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美中时间,21年12月14日下午2点30分,股市还在进行当中 今天的话呢,股市开盘是低开的,然后中间的话呢,稍微有所升高 中间呢,早盘上升,然后中间中午的时候呢,大幅度的跳水,现在是尾盘当中了,进行强力拉升 我们看一下记者是因为呢什么呢,因为它公布了这个核心的PPI年率,今天公布了这个通胀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吧 这个的话呢,预测值是7.2%,实际公布值呢是7.7%,这是远超预测了,上一次呢是6.8% 这个是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 它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一样,通常呢是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但是呢,它是为消费者通胀的领先指标 当生产者对产品和服务收费较高的时候呢,较高的成本就会传导,通过通胀呢,传导给消费者 所以这说明我们的目前的通胀水平还是非常居高不下的 这就有可能是什么呢,更加就是敦促美联储呢,要尽快的加快Taper的速度 然后尽快的话呢,缩减QE,尽快的呢,尽早加息 所以这也是这么一种情况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早晨的时候股市是有一个这个跳水的情况了 PPI年利率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高 预测只是9.2%,实际只是呢,是9.6% 这可以说将近接近于80,1980年的一个时候了 1980年当时是达到了13.6%的水平 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值了 所以这就有可能我们会不会考虑 我们下面会面临,会不会面临这个股市的熊市的问题了 这Catherine Wood呢,他也是说了,随着通胀和消费的下降呢,明年实际美国的GDP呢,增速将会非常的令人失望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将传导到股市的话呢,将会导致我们大部分的股市这个啊,就是说股票的回报都不太好 也就是说,对明年的预期的话呢,我们不能对它的盈利预期,就太高的预期 所以这就是说呢,股价呢,我们不能预测它 不能期望它呢,升得太高 再一个Catherine Wood,他还说了,市场呢,面临更大的风险,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通货紧缩 也就是说呢,物价上涨,而且我们这东西呢,想买的还没有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对股市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Yahoo Finance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标普把目前是跌了0.53%,道指下跌0.08%,基本上还算持平还算不错的吧 纳指的话下跌0.83%,Russell的话呢,下跌0.60%,这是目前的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整整体来说都不太好的 另外摩根士坦里呢,还预计美联储转英后呢,股市估值将下跌 他的这个手续策略师呢,Daniel Skelly呢,他说 美联储将宣布加快减码,为加息做铺垫 这个信号必然会导致股市市盈率的下降 因为经济增长将因为货币紧缩而放慢 市盈率还有更多的下行的空间 这符合正常的历史逻辑,历史情况 以往周期当中政策转型达到顶峰的时候呢 市盈率通常下降10%到15% Skelly呢,预测标普500指数呢,到2022年年底将达到4400点 叫昨日收盘的幅度呢,是跌幅超过5% 也就是说昨天收盘的话呢,还可能要再下跌5% 才是2022年年底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明年一年的股市很可能是在震荡当中 就是进行调整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的 就是因跌再有一种可能的话 就是真正的大幅度下降 目前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大幅度就是这种暴跌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这种连续阴跌的可能性的话是非常大的 而且的话呢,就是 上,就是在低位调整可能性的也是非常大的 现在又有一条简讯是说 民主党呢,将债务上限提高到2.5万亿美元 并在周二参议院当中获得了通过 这个的话呢,就将这个就是举债权限的延长到了2023年年年初了 这个呢,是周二通过这个法案了 在众议院进行通票 如果要是获得众议院的通过的话呢 总统拜登将签署该法案 目前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心 至少政府呢,目前不会发生这种债务违约的情况了 所以对股市来说的话呢,也是相对来说一点点的利好吧 把这个众多风雪当中的一点点的一根火柴点燃了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财政部长耶伦呢 曾经警告过政府如果在12月15日达到债务上限之后的话呢 难以履行义务的话呢 将,不过将会难以履行这种偿还的义务 不过外部分析师呢,认为留给政府的时间呢 比耶伦预测的可能要多一些 提高财务上限呢,将使财政部得以补充以耗金的现金储备 并消除政府违约的这种风险 是这种情况 然后今天我们看一下股市啊 股市今天有一个股票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一阵入仓的这个LUCID LUCID的话,今天是暴涨涨了4.73% 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纳指的100这个成分股的调整 然后它被收入到纳指100当中了 纳指100呢,它在每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 第三个周五的时候呢,都会进行这个成分股的调整 它是除了非金融股之外的话呢 所有的股票进行了这么一个调整了 这么一个排队了,相当于是100个最好的公司了 适应率最高的这种公司了 进行一下调整 然后的话呢,LUCID呢,是将加入纳指100当中 它那个有望跑赢大盘了 12月18日的话呢,将会履行 纳指100呢,将焕然一新,作为年度调整的一部分 这个RBNB,LUCID,还有是FITA和PALAN RTU Network 还有ZEKLER,Datadoc呢,将被纳入纳指100当中 他们呢,将取代其他的另外六家公司 就是CDWCROP,还有是FUX公司 SINA,还有Checkpoints软件 以及协程网和Insight是这几个网 将会被取消掉了 他们呢,我们目前看的话呢 如果要是说加入别管标普500也好 加入纳指100也好 还是说加入罗素2000也好 对这个个股来说呢,都是一个相对利好的 至少呢,就是说 会得到这个机构和个人的这种关注 大家呢,可能会追买的这种倾向呢,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他加入纳指100之前的话呢 大多有一波的这个涨幅 实际上当时Tesla加入标普500的时候呢 也是做了一下翻倍啊,翻了两倍当时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很可能出现在LUCID的这个身上 所以目前如果要是手中有闲钱的朋友 可以考虑入手LUCID的 然后看看在这个18号之前 这还有这么几天的时间能否 赚一个小短平块的这个钱啊 稳平块的这种钱 然后在他加入之后的话呢 我估计这个机构配值的话呢 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对他来说还有一定的这个涨幅 但是当他这个超涨的时候 买的人太多的时候呢 进入超买区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说加入纳指100之后 一两个月之后 这种超买区之后 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股价的这种估值的回落 之后他可能会进行回调 所以目前的话呢是一个入场的好时机 等到他真正加入之后的话呢 再有一两个月估计会有这么一波回调了 所以大家就考虑吧 目前的话呢 加入的话呢 就是说从一般据分析来说啊 从这个加入纳指指数后的五天里边的话呢 股票平均跑赢大盘呢 是1% 从历史上看呢 接下来一年当中 他的表现也将优于标普500指数 所以这是一年的情况 都是这么一种情况了 所以朋友们如果要是目前有闲钱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入手这只股票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就是在这个收盘之前 给大家做这个的更新的原因啊 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入场的机会 所以早晨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早一些说的原因也是 好了 这个今天的内容分享的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点击订阅留言分享 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